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我主要是想知道 就是大家对这个事的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刘德华歌曲的一个人 来过我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我也是今天从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大家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香港娱乐圈 我们就不得不提刘德华这个大人物了 作为一个长胜不衰的明星大咖 刘天王不仅有着强大的唱功和不俗的演技 最关键的是他非常低调 即使有如今这个功底 他还是保持着不断学习的态度 可谓是兢兢业业了几十年 用他的话说就是追求完美 刘德华无论是在歌坛还是在影坛 都获得了不错的成就 可以说刘德华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天王巨星 截至目前刘天王一共演了140部电影 出了150张唱片 1300多首歌500多场演唱会 电影的总票房高达19亿 同时还获得了500多个奖项 就这样一份成绩单 拿到谁的面前都很惊讶 佩服不已 不管是和港台艺人还是内地艺人比 没有人能达到他这个高度 听过刘德华演唱会的小伙伴都知道 天王不仅仅是让观众来听听歌而已 他还会跟粉丝进行近距离的互动 舞台的绚丽都是比较顶端的 就像他说的那样 只要你来看 就不怕没有新鲜的东西给你看 曾经创造的重庆13万人的记录 武汉市内8万人的超级演唱会 至今无人能破 这就是刘德华演唱会的魅力 2014年湖南卫视就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 刘天王一登场 收视率高到简直不可思议 除此之外 刘天王还凭借一己之力 击败了张学友和周杰伦组成的恐怖组合 据悉 过几天的跨年演唱会 刘天王会在湖南卫视登场 不知道是炒作还是响蹭热度 近日 喊麦第一人李天佑叫板刘德华 直接表示 谁的人气更高还没定数呢 毕竟现在是我们年轻人的天下 此新闻一出 网友们炸了 有网友表示 天王红的时候 你不知道在哪擦鼻涕呢 还有的网友愤怒表示 中国十几亿人都知道 有四大天王之一的天王刘德华 甚至外国都知道 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喊麦是什么意思 天佑因为艺人饮酒罪创红网络之后 关于他的消息是一查接着一查 网络上吐槽他的人也是多倒霉朋友 现在叫板刘德华很明显不是一件明智之举 刘德华是很多人的偶像 朋友从来没有见过污蔑刘德华的报道 很多事情都是从本身做起的 华仔也是普通人 也会吃饭逛街 不过华仔没有架子 为人和善 我想这就是他在娱乐圈 人员关系好的原因吧 他一直以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 在娱乐圈的顶层 指引着大家的脚步 引领娱乐圈